喜欢种菜的朋友,对牙虫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牙虫又称逆虫,蜜虫 对于养花和种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害虫 如果任其发展,破坏性是很强的 牙虫很多的地方,经常也会有很多的蚂蚁 你以为蚂蚁是来吃牙虫的吗? 当然不是了,蚂蚁和牙虫其实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蚂蚁保护牙虫,给牙虫创造良好的取食环境 牙虫则为蚂蚁源源不断地提供美味的食物 牙虫以植物汁液为食,通过摄取植物中的含氮物质合成蛋白质 在满足自身的需求之后,会将多余的液体以粪便的形式排出体外 牙虫的粪便富含糖分,被称之为蜜露 听起来有点滑稽,但确实是食 大家都知道,蚂蚁是非常喜欢糖的 蚂蚁会在牙虫之间来回穿梭 还会经常用触角拍打牙虫的背部 促使牙虫分泌更多的蜜露 很多人把蚂蚁的这一动作叫做挤奶 而把牙虫比喻为蚂蚁饲养的奶牛 很形象,也很有趣 蚂蚁不仅会挤奶,尽情享用这些美味的食物 还会饲养和放牧牙虫 当某一片牧场牙虫繁殖过多,缺少食物的时候 蚂蚁就会把它搬到其他食物充足的地方 这样牙虫就跑到新的植物上去了 蚂蚁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停的搬运 很快我们的菜园就会到处都是牙虫了 不仅如此,蚂蚁还会帮忙赶走捕食牙虫的瓢虫 真的就像放牧一样 我们的花花草草,蔬菜果树 就这样被蚂蚁当作肥美的牧场 饲养牙虫了 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花草蔬菜 不仅要及时处理和消灭牙虫 还要控制和减少蚂蚁的数量